Hello 今天分享簡介一下雨水的tips要點 我會講包括很多關於什麼是五百年一遇 catchman area 和雨水喉的物料等等 那就大概有15個points 第一個是雨水痘是沒有隔氣的 平時forging我們叫做地台去水或者地流 如果是接雨水的我們會叫做雨水痘 Wing Water Outlet 地頭去水是會有隔氣的 但是雨水痘可以是沒有隔氣的 我做十個project 九個都是沒有隔氣的 那就是裝不裝啊 條例上就沒有說一定要有隔氣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但有可能假意時日 雨水痘會被些沙沙石石 弄到雨水痘的內徑越來越小 如果有隔氣的就會失隔氣 換隔氣就會比這個換雨水痘容易些 如果你要換雨水痘就要打鑿地台 即是會搞到防水 如果撞正黑雨 那就水沒有艱的了 第二個是關於條例的 露台的雨水痘尺寸是有條例的 雨水痘Wing Water Outlet 的尺寸是40mm直徑的 你不可以說想裝個100mm的 即是4吋 是不行的 第三個是雨水的站身後 去到最低那層 轉去高位走的時候 那個曲要是大灣邊的 大灣邊用來緩衝過衝力 因為雨水在天海衝下來的 而且還要另外加固大灣邊 不是的話有水務間的了 說實話澳門的水務間還在嗎 第四個是關於沙井蓋的 記住原清荒污 原形沙井蓋的是雨水 方形的是污水 井蓋的大小要求 會在渠巫柱有standard drawing的 給大家看 第五個是說過梳欄面的 如果人走到的地方 就要用平的梳欄面 如果人走不到的地方 例如Top Wolf 就可以用這個菊花斗 Dumb Grating 又或者是明渠裡面 都會用這個菊花斗 菊花斗的功能就是隔著垃圾 例如樹葉 是沒錯 是會隔著垃圾的 但是如果沒有人清 都會整個面會水浸的 如果防水是一般的 就會流落下一層 第六個是說CDP Condensate JingP 冷凝水 即是冷氣機的排水 它是屬於雨水的一部分 是可以接駁雨水的 而這個泳池的水 都可以是接駁雨水喉的 泳池機房通常會有兩個catch pit 一個是雨水 一個是廢水 如果你要做反衝洗 洗個沙缸的 排水就要駁廢水的catch pit 如果是泳池放水 就要駁雨水的catch pit排走 因為泳池的水是經過過濾和消毒的 所以是可以接駁雨水 如果泳池要排水 第七個是說什麼catch pit area catch pit area是接駁雨水的面積 簡單說就是露天的位置 即是雨直接落去那個面 catch pit area 會用平方米m2做單位的 有了個catch pit area 先可以計算到幾大直徑的雨水桶 可以接駁到幾大面積的catch pit area catch pit area catch pit area 不只是要介入地面的 一棟樓的建築物外場 我們都會考慮過catch pit area 但是catch pit area的面積 就要剩下三分之一 第八個是說雨水喉的物料 雨水喉可以用upvc膠 紅筒epoxic cas iron 生鐵 cas iron 或者求蜜鑄鐵 德韭 iron 還有這個瓦筒 gray pipe 第九個是說雨水斗的數量 通常見到一個雨水斗就收雨水 如果好一點就會給兩個 因為如果其中一個塞了的話 可以用到另一個的雨水斗 兩個雨水斗的尺寸都是一樣的 因為落到下面層都會搏在一起的 第十個是說五百年一遇 上年二三年九月有一場世紀的豪雨 香港周圍都有嚴重的水浸 而政府就跟大家說 這次真是五百年一遇 這五百年一遇是怎樣的 過幾個月又五百年一遇 幾多年一遇是天文台的一個統計來的 簡稱就是重現期 Return period 任何一遇 通常在這個自然災害統計裏面 例如火災、地震、乾旱等 都會用到這個形容詞 其實就用來找這個降雨量 mm per hour 降雨量才是重點 在我們計算那裏 在樓宇設計通常都會用到 二百年一遇 來找回降雨量 有了降雨量才可以定到 雨水渠統的尺寸 在天文台那個圖 不只有五百年一遇 還有一千年一遇 千年一遇 可能是一種 將這個災難無限放大 從而逃避責任的一個託詞 極端天氣 在世紀豪雨造成的嚴重水浸 其實種種原因都會有的 渠口有少少垃圾 雨水渠老化 長年累月 日積越累 雨水渠可能面積越來越小 都有機會造成這個嚴重水浸 不要說渠統 大海都收不及那麼多雨水 第十一個是雨水回收 很多新樓都會有雨水重環系統 就叫做Wing Water Harvesting System 或者Wing Water Recycling System 收回來的雨水 會用回充斥、洗地或者淋花用的 第十二個是雨水喉的標籤 如果你看到喉身 黑底八字的 寫著RWP 那條喉就是雨水喉 第十三個是講紅級的雨水 Siphonic Rain Water 普通的雨水系統 我們會叫做傳統式 Traditional 雨水喉的斜水 跟烏水喉的斜水 那個計法是一樣的 例如直徑100mm的喉 是1比40 而且喉管的充滿度 最多是走到一半 如果建築物的天面是很大的 又或者室內的Head Room 高度有限 那就可以考慮這個 Siphonic Rain Water System 紅級的雨水系統 用得紅級的雨水系統 喉管的尺寸可以比傳統式小很多 因為喉管的充滿度是100%的 而斜水呢 就可以接近平的 只要有少少的斜水 比平日不是很大 雨那時候給它科水 第十四是講關於 雨水痘的安裝 雨水痘最好就是cast in 即是釘板紮鐵的時候 就要留定水痘 等落石屎的時候 跟石屎一起鑄下去 這樣的安裝 是給流洞再流水痘 是會好些的 因為這樣做對防水是好的 如果留地台去水痘的 就流洞比較好些 因為地台去水 經常都會改位 而雨水痘呢 改位的機會就比較少了 第十五點就是花槽的去水 都是雨水的一部分 因為你不會用這個污水來淋花的嘛 所以Panta Drain 就是駁這個雨水系統的